五菱新光又是一台人民需要的中型驾轿吗 五菱新光啊 五菱旗下的首款轿车 这么多年呢 五菱一直没怎么做像样的轿车 这次终于要推出一台颜值上还不错的 五菱新光未来是一台新的人员驾轿 然后采用的是一个纯电和插混的动力 整车的外观设计呢 分体式的大灯啊 让人比较的印象深刻 纯电版的中网呢 是一个全封闭的中网 而真成版呢 还是采用了一个传统蜂窝式的中网 但是真成版的前卫灯啊 采用的是一个整个贯穿式的 我个人觉得真成版的前脸看着更漂亮一点 然后分体式大灯呢 在车前的两个角上啊 整体的光感比较类似于自己的L7的那种大灯组 当然肯定没有自己L7的那个灯与平啊 因为那个造价毕竟太贵了 所以五菱新光只是大灯的造型 有点类似于自己的L7 那么车身尺寸方面呢 五菱新光的车长4800升是5毫米 轴距呢2800毫米 电机搭载的是一个100千瓦的电机啊 功率一般般不算特别大 那么插混呢 车型采用的是一个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这台发动机的功率是78个千瓦 也是一个中规中矩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增程器 两款车目前的一个纯电磁包的容量 还有续航里程啊 都没有对外公布 二一 那么这台车未来的竞争对手是谁啊 领跑C01 现在在新能源新势力里面 最卷价格最卷配置的 当然是领跑C01 但是领跑C01的尺寸呢 比五菱的新光还是要大一节 它是一台中大型的轿车 那么它的入门价现在在149800不到15万 作为人民需要的家轿 五菱新光 你能给到我们一个多么有性价比的价格呢 个人保守的猜测一下 12万左右就能入手一台五菱新光 那这个市场可能真的又要兴起一片血影新风 对于五菱新光 未来更值得期待 它能采用一个多大的电磁包 给大家一个多长的续航里程 还有它的类似设计 会有什么惊艳的地方没有 最重要的价格 是否真的是人民需要的价格 五菱新光 大家值得期待 这三菱新光